无量光复 使自信本具剥弱光明 没有限量 所以 佛也称之为无量光复 这个里面的深意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学合的目的 无非是开发自信本具的光明的相 所以 佛在大臣经上常述了 佛不度众生 佛没有丝毫东西可以给众生 众生成佛 完全是恢复信德而已 信德是你自己本具体 无是从外面的来 与华言经上出现品所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震动 这一句话 我们要记住啊 一切众生跟祝福如来 原来是一样的 现在为什么 他成佛了 我们变成众生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我们现在这个形象 佛教导我们 成就啊 教什么 成就什么 我们总得要懂啊 教我们的事 看破方向 成就我们去恢复自信 本具的 看破 看破什么 看破 迷雾的真相 放下什么呢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不但是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纪 四十九年 教的就是这一个 刚临原则 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 出现在虚空法界 也没有例外 说老实话 众生成佛 不难啊 难在 迷惑 迷惑 就是无知 不知道 此时 真相 迷得太久了 迷得太深了 虽然 祝福菩萨 苦口婆心 是现在这个世间 教导 我们还是不容易 觉悟 但是这一段事情 非觉悟不可 你要不觉悟 永远不能够超越轮回 永远不能够恢复信征 怎样才能求悟呢 夏连句老句是在敬语里头讲得好啊 真干 只要真干 你就能求悟 你要是干假的 做一个假样子给人看 那你就错了 换一句话 事出世间法的成就 关键 关键都在 不自欺 人果然能够做到 不自欺了 他这一身成佛 有指望啊 最怕的就是自欺 自欺 没有不欺骗别人 他为什么会欺骗别人呢 是欺骗自己吗 欺骗自己 怎么会不骗人呢 不欺骗别人 这个人肯定不自欺 那就不是凡人 至少阿罗汉以上 他不欺骗自己 这个道理 事情 实际上很深 我们要细心体会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从哪里换起呢 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勉同学 从自私自利放弃 人若不能把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放下 他不会成就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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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